好 其實呢這整件事情發生到現在 我們剛剛看到了檢調還有我們的法官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抽絲剝繭希望能夠拼湊出 尋找到真相 但是這一些人 難道你們就不需要負責嗎 我們講的是誰 我們講的是政務官們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三年前發生普通馬事故 那個時候總統蔡英文講說 改革無上限 改到好為止 但真的是這樣嗎 當年的事發要是真的 有痛定思痛 每一次都講的痛定思痛的話 你今天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帶您來看 其實上次普悠瑪事件之後 台鐵他們就出了一個 總提遣報告 而這個報告 現在交通部也講了 他已經送到了行政院 結果沒有核定 沒有核定之外 所謂的改善推動小組 就是要來改革 改善台鐵內部問題的 沒有成立 如果說這些提出來的方案 你要嘛就是沒有成立 要嘛就是沒有核定 那你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昨天行政院就被問到這個問題 結果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 怎麼說我們來聽一下 他講行政院長蘇貞昌 去年其實就已經指示了 我們的副院長沈榮金 以專案會議的方式來執行 這個功能呢 不亞於你們先前說要成立的什麼 改善推動小組 而且他認為重點是真正推動執行 不亦太在乎這些名稱還有形式 甚至呢他還提到了 他說我們的蘇院長啊 因為什麼事情呢都必須親力親為 所以呢他希望能夠直接督導 透過這個改革小組呢 反而跌床架屋嘛 我們希望扁平化處理 讓院長呢可以隨時的監督 院長好棒棒 可問題是真的是這樣嗎 你們說成立的專案會議啊開幾次會 答案來七次 而且知道什麼時候才開始開會嗎 三年前的意外說是在去年5月才開會耶 去年5月為什麼開會 是因為又發生問題啦 成功站發生了斷軌事件之後 說開了這個會議 可是問題這七次會都停留在技術層面 根本就沒有觸及到 我們本來說的要改革台鐵 這麼樣一個核心議題 而且也傳出就在這個時候呢 什麼大家還推來推去 在丟包問題嗎 為什麼這樣講 最近在立法院另一個現場 是工程委員會 大家問到說 好如果說呢 今天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嘛 就是所謂的李清祥 他的公司根本就已經出現問題 而且先前呢在花蓮縣府 也提報說他有拿小畫家來批圖 然後想要來跟縣府請款 這些都是在法院這邊有記錄的 啊工程會有問題的廠商 你為什麼還能夠得標 怎麼沒有停權呢 工程會的我們這位主委 吳辰辰辰講什麼 說是因為縣府 沒有啟動停權措施啊 啊你縣府沒有告訴我啊 我就不知道 我就沒停權啊 這樣一個講法 花蓮縣長怒了啦 徐真偉就講說 你不要這樣怪黨怪塞好不好 這一次的問題是台鐵啊 台鐵發包出去 那就應該由台鐵或工程會來查核 你下面的包商有沒有問題啊 我們先前有問題的時候 是在花蓮縣府的標案 我們主動已經把它給送到法院去 同時呢要求他必須要對此來負責 那你台鐵工程會你們做了什麼 出問題怎麼還往前推呢 而另外責任歸屬的部分 林佳龍什麼時候要下台 現在傳出是4月20號 可這個時間點說有玄機啦 我們馬上要來連線的是我們的前立委 孫大謙 大謙哥早 是燕瑩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好我們剛剛講完之後呢 這一整張聽來就是 你有問題我沒問題 都是你的問題跟我沒關係 聽到現在呢大家要問了 就是到底為什麼行政院 到這個節骨眼上面 他還可以講說 你們先前講要推動什麼改革小組 我們這是疊床駕屋嗎 蘇院長全權掌握 您怎麼看 我想在太魯閣號事件發生之後 更是讓台灣人民再一次的看穿了 蘇內閣實際運作的一個內幕 就蘇貞昌從擔任院長之後 他其實長期以來一直非常擅長 所謂的表演政治學 就是大家可以在看到 蘇貞昌在每一次視察的時候 他就會考核官員 然後如果官員的回答 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他就會表達震怒 甚至很多重大事件發生之後呢 蘇貞昌為了要表示他的效率 跟他的這個決策的能力 所以他立刻就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拔關 然後進行懲處 但是在這一次太魯閣號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才發現原來過去蘇貞昌 所有表演政治學裡頭 所表現出來的所謂的這個決斷力 所謂的這個決策的能力 可能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因為就如同剛才 主播所提到的 在台鐵總體檢報告 在2019年1月 是行政院跨部會所提出來的一個 這個總體檢報告 這個總體檢報告遲遲沒有被核定 就蘇貞昌院長可能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不核定這個總體檢報告 而且如果我們再看到後續的發展 就是包含林佳龍部長最近也提到說 他事後也要求提出一個改善推動小組 這個改善推動小組也沒有得到 蘇貞昌院長的首肯 甚至連台鐵局局長的人事案 也一直拖延到現在 大家想一想 連個台鐵局局長都派不出來 我們怎麼能夠談台鐵的改革呢 這一切的一切都讓我們覺得 這中間可能頗不尋常 有很大的玄機 唯一現在外界做出來的解釋 就是因為蘇貞昌跟林佳龍 他們兩個分屬民進黨內不同的派系 就如果今天民進黨內的派系鬥爭 可以拿台灣人民的鐵道交通安全 來當作祭品的話 那麼民進黨真的是 對不起台灣人民的付託 尤其是我們看到行政院在 過去這段期間針對台鐵的改革的會議 其實大概分在三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是在2018年10月 當這個普庸馬號事件發生之後 由張錦生政務委員所主持的 跨部會的會議 這個會議一直開到了2019年的1月 大概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提出了台鐵的總體檢報告 可是這個總體檢報告沒有被核定 那麼接下來就像剛才主播講的 又再拖了七個月一直到2018年的8月 到2019年的8月到2019年的12月 這四個月之間是由行政院的秘書長 李孟彥出來召開的跨部會會議 可是他們所討論的內容是相當瑣碎的 根本沒有觸及到台鐵真正改革的一些核心 跟一些重要的問題 然後一直又拖到是去年 大家想想去年已經是距離 這個普庸馬號事件發生將近兩年了 在去年一年半的時間 大概去年的5月的時候 因為成功戰的斷軌事件 所以才由這個沈榮晶副院長出面主持 召開了幾次的會議 而這幾次的會議 所有的內容都鎖在軌道安全上而已 而且是相當的技術跟發包層面的問題 所以各位回顧一下過去這段期間 行政院針對從普庸馬號事件 所發生到今天 事實上並沒有徹底的落實 當時跨部會所提出來的 這個144項的改革措施 甚至行政院連一個跨部會的推動小組 都沒有組成 如果過去的這些事情都能夠做到 不管是台鐵總體檢報告 能夠快速的被核定 台鐵局的局長能夠迅速的被任命 包含所謂的改革推動小組 能夠迅速的組成 甚至蘇貞昌院長 既然你這麼愛震怒 這麼愛表達你的表現 你的魄力跟你的決斷力 你自己為什麼不出來主持 這個跨部會的台鐵改革的 推動小組的相關的工作 因為畢竟如果我們看到 當時的台鐵總體檢報告裡頭的 144項工作 各位就會發現其中有很多工作 不是台鐵軍能夠完成 甚至也不是交通部 單一部會能夠完成的 而這些工作都應該要由行政院 來做統籌來做決策 可是行政院在這個角色當中 是完全的缺席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 蘇貞昌院長責無旁貸 他必須負起完全的政治責任 而不是拿林佳龍當作擋箭牌 拿林佳龍的請辭當作一個墊背 然後來逃避外界對他的究責 好我們要來請教大謙哥了 您剛剛特別提到了 蘇貞昌院長我們有幾個就常聽到的詞 院長去試詢之後官員回答不好震怒 之後再做不好拔官 好大家就要問了發生這麼大一件事情 怎麼林佳龍他講了 他說4月6號發生第一時間就已經口頭請辭 4月6號的時候書面辭辰也已經送到了行政院 他願意要負政治責任 可是蘇院長卻只說 立行賣造先留下來善後 善後完之後現在傳出一個時間點 說4月20號才離開 拖到4月20號有人就講了 這其實是要防止這個果會不會擔心再往上燒 而到底這個時間點 拖了這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到底行政院他們在想什麼 蘇貞昌在想什麼 今天我們看到政國會的成員 也在媒體上放話了 所以這已經不是藍營的預測 這是民進黨自己內部的派系 都有這樣的看法 大家想想蘇貞昌過去 真的就像剛才燕營講的 最愛表演的就是震怒跟拔官 光是蘇貞昌任內拔掉的官 就不曉得大大小小 不曉得有多少 一個這麼愛拔官的院長 忽然這麼體恤下鎖 然後一個過去對交通部 幾乎不聞不問 甚至不配合不作為的一個行政院院長 這個時候忽然要力挺 來力保自己的交通部部長 各位不會覺得這很奇怪嗎 這中間到底有什麼樣的貓膩 事實上 就像今天政國會所提出來的批評 他們認為蘇貞昌之所以遲遲不願意 批准林佳龍的這個辭程 就是因為只要林佳龍還留在位置上一天 只要林佳龍還沒有確定請辭離開 所有社會的責難跟炮火 就必須要由林佳龍一肩承擔 那麼蘇貞昌可能有經過盤算了 認為說這件事情的風暴 大概要持續兩個禮拜 所以兩個禮拜之後林佳龍打包走人 蘇貞昌就可以全身而退 這是蘇貞昌現在被民進黨內看破手腳 所提出來的這個一個批評 但是如果今天蘇貞昌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那麼這樣的想法真的很不堪 而且也真的很令人唾棄 就一個行政院院長 你動不動就叫你的下屬 這個負起政治責任 動不動就拔掉你下屬的職位 當你自己面對了這麼重大的災難的時候 為什麼你沒有肩膀來一肩扛起 來負起所有的政治責任呢 尤其是這件事情的政治責任 為什麼要行政院來肩負的原因 就如同我剛才所說的 很多台鐵的改革工作 很多台鐵的這個要推動的轉型事務 它必須是跨部會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普悠瑪號事件發生之後 由張景生組成了一個行政院跨部會的小組 來提出所謂的台鐵總體檢報告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工作都是要由行政院來主導來推動 行政院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角色完全失靈 所以這完全不符合蘇貞昌院長過去的形式風格 也不符合蘇貞昌院長給大家的一個印象表現 所以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因為交通部部長林佳龍 跟蘇貞昌院長可能不屬於同一個派系 這兩個派系之間可能有很多意見瞧不攏 談不定 所以才會導致到今天台鐵再次的出事 讓台灣人民的性命安全成為民進黨派系 內鬥的一個犧牲品